为什么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从冯友兰到李约瑟 很多热爱中国的学者都提出过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知道科学为何物 那自然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很多人会觉得科学不就是 各种的科学发明 小的芯片 手机 各种的家用电器 冰箱 洗衣机 大到天上的飞机 地上跑的汽车 这些不都是科学吗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科学 这些只是科学的应用 它们并非科学本身 科学是一个反常识的 永远在革命的 不以实用为目的的东西 它是纯粹精神上的追求 是人类想要知道 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是想破解这个世界的源代码 这么一听 科学怎么跟哲学这么的相似呢 确实如此 罗素说哲学是 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 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 一切涉及超乎 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 那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 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欲 这片无人之欲就是哲学 哲学与科学的分野就在于 它从哲学纯粹的概念上的思辨 走向了实证 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是对这个未知世界进行的 无穷无尽的探论 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理性化的哲思在世界各地分头蒙动 这仿佛是某种自然演化率的 触发机制的起作用 此时便出现了世界上的轴心时代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有易经 有道德经这些思想 其他地方没有 这种最淳朴的辩证的世界观 出现在了世界各地 只不过它们早早的就扬弃掉了 而我们一直停止在最开始的时候 虽然说起点都差不多 但是它们的发展方向却大不相同 古希腊的先者几乎从不关注现实 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距离实用层面很远 从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追问这个世界的本源或者万物的动因 而我们恰恰相反 我们几乎仅关注实用 比如我们早早的发现了 贝达格拉斯的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 勾三 股四 玄武 却没有形成证明体系 圆周率计算的比西方还要精准的走冲之 急于制造水追墓和千里传 张宏做出了类似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 魂天仪 却热衷于制造检测地震的地动仪和测风向的猴天仪 以至于我们到19世纪末才达成共识 这个地球是圆的 这个理论还是西方的一个传教士带过来的 我们几乎没有人不计功利的去构建逻辑和知识体系 我们引以为豪的诸子百家 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 包括道家 好处是我们的实用主义 让我们在前两千年的物质文明风生水起 同时呢 也让我们形成了千年之中 坚步可摧的顽固的思想体系 就连一直信奉辩证运动的马克思都说 我们是一个停滞了的东方怪物 追求无用之学的哲学最终带来了基础科学 而追求实用的我们却一直在技术的范畴里打转 实际上不仅是在古代的中国 在古代除了希腊 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产生过科学 大家看 罗马比希腊强大并且征服了希腊 罗马帝国统治了欧洲很长的时间 但是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科学 在希腊被统治期间 是阿拉伯人把希腊的经典著作翻译了过去 并保存了下来 在文艺复兴期间希腊的这些被保存的科学的种子 再次被开发出来 最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所谓文艺复兴 本质上就是希腊文化的复兴 希腊之所以会有科学 就是因为希腊的哲学传统 哲学和科学本身是一体 大家熟知的 古希腊的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他们实际上都是为了研究这个世界的本源为目的的 并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 实际上他们都是哲学家 被冠以科学的名号是在非常后面的事情 我们所熟知的大哲学家很多都是科学家 比如说亚里士多德 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他的研究范围之广 几乎涉及了人类所有的领域 第二发明了座标系 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 莱布尼茨发明完善了二进制 发现了微积分 康德早期是一名天体物理学家 罗素是一名大数学家 大家会发现 哲学和科学只是有着一个模糊的界限 他们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统一的 最后我想说 没有科学是正常的 我没有科学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因为我们无法左右 我们无法左右 人类的生物本能就是生存和发展有限 在能够文明下 我们要科学和哲学去探究世界的本源干嘛呢 浅尝辙止才是正常的 因为这本身就是不符合当下需求的事情 我们的文化是完全符合生存环境的需求的 只能说科学的出现是人类好奇心 过度展开所产生的奇迹 至于它后面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 带动了整个人类的发展 只不过是它无心插柳 柳成音罢了 重要的是 现在处于新时代的我们 应有新视野的我们 能不能用一个现代的眼光来证实历史 是否还是只能够容下照亮鼻尖的那一点烛火 而对远方灼热的阳光视而不见 我们下期见